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教官的抵制 一直以来就是用威权的方式 去镇压学生的抗争 以及去钳制学生的言论 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 反对的不是任何一个个人 而是讨论一个 因为历史结构留存下来的制度 那么到了2016年的现在 它是不是还有必要存在 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我们就也曾经来到教育部 要求教官退出校园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直到今天还要由现在 台湾已经民主化二三十年后的年轻人 再度来到这里要求教官退出校园 有关教官退出校园的议题 各位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 今天大家在这边等意见 我会代表接受 然后我们再回去做一些处理 这个1998年大法官四字第四百五十号 宣告强制大专校院设置军训室为限 但是我们继续存在教官 那么政府只是逃避一个强制两个字 就让大学自己来设 但是我们的相关教官的预算 还是由政府编列 所以目的还是要让教官继续存在校园 不过事实上上一波的教官退出校园的运动 发生在二十年级 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才脱离学生生的不久 那一次的运动的结果是大学法修法 在法律上废除了军训室和军训教官在大学的法源 而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推动了教官退出军职 欲缺不补的政策 要让他自然的退出校园 不过这种修法的方式 实际上是让教官所代表的校园控制 顿入大学自治 也就是说大学法虽然被除了教官在校的法律根据 但是各个大学却以大学自治的名义 自动的让教官留在校园 我们看到目前也只有玄奘大学 还有台湾师范大学有确立教官的特长机制 其余大学没有见到任何的因应措施 台湾教育的轮上就从高等教育单位的不作为开始 我们也看到教育部每年补助数十亿近百亿的经费 将原本属于国防部的军人安置在教育部底下 排挤到我们原有的教育经费 我们觉得教官在校园里面 尤其在维护校园安全这个部分 不管在高中大学部或是学部 国工或小 我们还是有硬的功能 目前要讲 各位如果说看看去年的8000城报 今年年初的0206的台湾地震 只要是学生有需要的我们教官都会在第一现场里面 当然反对的人会说 校官现在担任校园安全工作 学生辅导工作 但是我们其实立法院在上一届国会 已经三读通过学生辅导法 要求政府要协助学校来设置完整的学生辅导体系 以及校园安全防务体系 这些工作应该交给专业人士来进行 而不应该由军人来进行 那我们在上一届的国会 在协商12年国教的时候 曾经在高级中等教育法里面 来通过了一个附带决议 那么当时是由管碧玲跟本席所提出来的附带决议 那么教官必须在八年内来完成退出校园 我必须说当时这是一个打折扣的 妥协下的产物 因为当时我们是少数 我们希望让教官退出校园 但是国民党多数反对 所以勉强达成了一个妥协 也就是说教官在八年内要来退出 但是我们也要问 这个附带决议已经三年了 教育部的作为在哪里 完全没有一个因应逐步的计划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藉由各校的校务会议 由下而上的直接推动 直接进行提案 去松动各校高层的不作为 让这样的提案能够进入体制内做讨论 因为一个教官的薪资 其实可以安排更多的校园人员 在校园里面维护校园安全 甚至去征併更多的学术的专业研究者 来提升我们的学术的研究品质 教官存在校园就证明 我们的校园还没有民族化 还没有现代化 人民有权不受军人监控 学生有权不受军人监控